它会冲出去 我懂了啦 找那个趋势向上的 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 大家常讲有量才有价 那我们就先看 最近这10天以来 到底哪些产业是吸引资金流入 如果说按照这个增加的比重来看的话 照这个排行榜 第一名在手机零组件 那这属于一些比较中小型个股的 你就可以去结合 因为前三季财报都出来了 有一些好的本值 本益比低的可以留意 那第二个像中概股 最近沪港通 其实也引爆了话题 那大陆股市 其实未必对台湾是个威胁 有时候有些新兴产业 它在涨的时候把本益比拉高 台湾就有比价空间 那第三个像半导体 第四个像电子代工 那这个就是传统的一些 这个电子五哥部分 那另外像传产外销 有一些就是指说 台币贬值可能输到 这个欧美市场的 卖得不错的 IC设计 机壳 笔记性电脑 那我觉得这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就可以去留意 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技术面 打底的一个讯号 那如果说回到大盘来讲的话 我认为 这一波的一个走势 其实已经有一点在反映 就是说 曾主委最近的一个谈话 因为他提到 其实台湾的基本面 还是很好 如果我们以前三季的 一个上市贵获利来讲 其实是年增了20.28% 那外资一定会回来 因为第一个 台股的优势 是在市场机制很健全 最近其实很多的法说会 不然今天都还有一些 重量节法说会 就是要把这些资讯 进一步的透明的揭露 给投资朋友 第二个基本面加 这我们刚才提到 第三个外资的一个动向 那事实上 8月 9月 10月 连续三个月外资是净汇出的 可是11月到现在为止 外资又转为净汇入 15亿美金左右 所以看起来外资已经在为年底 或者说明年的行情在做卡位了 那我认为以这个指数来讲 现在就是在反映这个情况 那本土的那支可能在散 不过外资看起来 虽然可能短线上面它上下其手 可是慢慢在做一个布局卡位 那我们看到以技术面这个K线 对 讲到了技术面K线 其实没有错啦 我认同曾主委说 外资的钱是汇入的 对 可是我很怕 怕的是外资汇入的 延续性跟力道是不是不强 我先插播一下台币油 虽然关股行库在买 但是台币油今天是扁的 那今天买归买 那之前的钱是不是有点汇出呢 今天是在最后一盘回扁回去的 扁了3.6分数在30.775 还有刚卫良说的好 这外资很多手策略 今天先看一下 本土期台指期的进口数的多空单 今天变成了进空单 昨天进多单 今天空单 期货进口数竟然也是这样 空多空 反反复复 然后正价差 这正价差倒还不错 保持了两天了 所以大盘到底稳还是不稳 待会麻烦你画一下 但选择权其实是最害怕的 选择权今天看跌的 卖权是大大增加 所以我会担心外资保守操作 你看我才会下个标 买卖不稳 恐怕会延续下去 买盘可能等会又转卖了 还有一个证据 那就是外资借券的金额 变50亿元超过 所以大盘日K盘做头再跌吗 好那我想其实外资它是小心翼翼的在做多 昨天卖今天转买 那昨天期货是多单 今天又转为空单 那所以这个行情变得说反反复复 但是这一波弹上来 那又回挡 就现在是跌破前波低点 那我们讲 其实整理有分收敛跟扩散 现在台股有可能来回测这个地方 有个多方缺口 那这个地方大概在8750点上下 那我觉得有可能破底来测缺口支撑之后 再往上 反倒是去突破前一次的一个高点 选后吗 对 那这个走势就会有点变成像是所谓的扩散喇叭型的 它先破低再穿头往上 那关键就在这段时间 其实外资虽然做多 可是它的一个力道 其实自己也在做抵消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当它现货买 它期货就空 当它现货卖 它期货也知道 不要那么全面的空 就要补一些多单进来 所以说现阶段来看的话 行情还是会比较纠结 但是如果拉回到缺口这个附近 我觉得伴随现在的量 已经有点到了窒息的一个水准 应该是有机会做一个选前的止跌 那有利选后的一个这个破底穿头 所以现在选前的闷 是为了选后 有机会突破再做准备了 对 没错 好 感谢微良 伯姐 上次我记得百分百 有一篇的国际报导 我们看一下标准佩尔好不好 标普一直到昨天为止 还在创历史新高 然后时间拉长一点点 这个国际媒体的分析报导是说 说美国股市遭了个高 快要崩跌了 因为它走出了 就是刚刚微良说的扩散喇叭 遭了个高 他说是这样扩散喇叭 如果台北股市也是扩散喇叭 到底悬货是好还是不好 短线上来看 这边它走一个 刚才微良说 他认为是一个扩散喇叭的形状 对 但是你看下面的量 有放大吗 并没有啊 没有 对不对 那为什么没有量会走出这种形状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市场大家都不玩了嘛 不玩以后政府变大 它好坐驾嘛 外资可以上下起手嘛 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们是不用太担心 但是唯一一个日线上 我们再看一次你看到那个10月29号 那一根中长喉有个往上跳空的缺口 那个位置不可以回来回补 那个位置一回补的话 我认为波段它就会有一个转弱的讯号 这个缺口我帮大家逆一下 是8821到就这个缺口 到8788 绝对不能补了 对这个不能补 因为它是一个导状反转的形态 那你一补就代表说 这个波段结束了 它整理的时间会拉长 感谢博姐的补充 也许他刚刚讲的是这个口 绝对不能往下回补 因为它是多方往上的跳空缺口 所以听一下 我们来个白板 现在大盘的位置大概是在 8800到8900左右 问一个问题咯 开始 请问观众朋友 您怎么样一个价位 您会想要买股票 我刚说这是大盘现在差不多的位置 是8800左右 这个8889左右 但是呢 什么时候跌到哪里 整到哪里 你会愿意买股票 在这儿 你愿意买股票吗 不 如果这时候敢买股票 想买股票就会有量了嘛 市场上说啊 这是一份研究报告 说7500点 五成以上的投资人 愿意买股票 汉城 这不是我说的哦 也不是汉城说的 如果是跌这样子 要跌1300点 才愿意买股票 国泰金控的研究报告 那第一个请教您 就是为什么会看到这么低 投资人才愿意买股票 话又说回来 就我们解雷哦 如果大盘崩跌到7500点 您敢买股票吗 对不对 这才是关键啊 没有错 我们就来看这一份报告 是叫国泰金的一个 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的一个报告 11月份的一个景气乐观 展望是小幅的一个下滑 11月份的一个股市乐观指数 是创下今年来的一个新低 台北股市在8500点以上 只有22.9%的民众 愿意去做一个进场 那这22.9%的一个人 应该都是市场上的高手 他才会在里面来来回回做的 可是有49.6%的民众认为 7500点 刚刚会来手提到 7500点以下才是进场点 那我把7500点叫做什么 叫做乌托邦 乌托邦 乌托邦理想国有没有 是一个理想 可是会不会来 不一定 不见得就会来 我让慧智姐补一个投资心理 请问一下 真的投资人 你如果来到了8000 9000点飞越过去了 然后还出点量 投资人到底是会买在7500 崩跌下来 还是会去追买 翻越过去9000点 您的研判 我觉得投资人会看盘面上的热度 个股的热度 就是说到9000的时候 如果很多股票是活蹦乱跳的 我觉得投资人就会进来了 对啊 不请自来 对啊 因为股票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段一段做 7500它没有告诉你是什么时候 对不对 它也没有告诉你将来9000多是什么时候 但是选后有一件事是确定 就是不确定的因素拿掉 厘清了 选完了吗 已经选完了 对 财报没有 对不对 财报短期内又没有 没错 那题材有没有出来 有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就开始说明年的展望 2015年的展望 有哪些东西要上去 哪些股票 哪些产业后面是大好的 没错 然后大家的目标价 券商都会去开 各个地方都会去开 明年的展望会等等 所以应该是一段一段做 那那个时候选后 如果它的不确定因素拿掉之后的话 那最少我觉得是可以先做选后 到农历年前那一段 那一段是应该要先做的 因为那一段里面没有变数 那投资人的话 我觉得投资人其实很单纯 他们就是盘气氛很差的时候 就是不敢 所以投资人没那么聪明 所以一定要买在最低 然后卖在最高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国泰经这份报告 你看调查出来 连景气现况展望指数 都来到了下滑 负1.8跟负0.8 对没有错 你可以看到说这张图 可以看得出来说 近半年来 首见了一个负成长 所以大家信心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现在投资人的操作心态是什么 跟操作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下一张图 说到这张图 刚刚汉城所提到的 汉城请上来 真的行情不好 看坏更悲观 你看连这一个了 国泰经的股市乐观指数 都创下今年的新低 负11.2 可是这个点 我记得微凉 先插播一下 现在如果从国泰经的研究报告 看股市 看未来 看什么 就是败败败 连三坏 会不会来到一种 您曾经提醒过的 当整个市场极度悲观的时候 反而是浮现底部 往上的关键时刻 国泰经的研究 一定是重量级的 不过这一份股市乐观指数 因为它是问卷调查 而且对象并不是所谓 金融业界的操盘人 而是一般投资大众 散户 所以各位其实有时候 可以把它视为反市场指标 我们看那个最高点 今年股市最乐观的时候 是不是今年的7月 对 那个地方就是今年的 9500点的股市最高点 9593 最乐观见高点 投资人那时候最乐观 最有信心 准备要空1万点了 结果买完下来了 下来了 现在股票跌 所以这个乐观指数又掉到今年的心底 所以如果照您的研判 汉城今天的这个主题讲得真好 也就是我今天特别麻烦 汉城做一个心里面 你看当大家极度 回到刚刚那一张 当大家极度乐观的时候 国泰那份的报告 7月份见到高点 结果是大盘见到头部 9593 现在呢 极度悲观的时候 会不会就在 今天大概8859点 8859点 反而见到低点 对 其实你看这张图 很像 像不像插皮鞋理论 插鞋桶的理论 有没有 大家在谈股票的时候 就是最高点 大家不想谈股票的时候 那时候是低点 那我以前有用一个 叫做什么 蔡奇亚理论 市场理论 我以为你也插过皮鞋 有啦 自己也要插皮鞋 对啊 你去市场的时候 很多欧巴桑 欧伊桑 你在跟大家谈股票的时候 大家不理你 那时候可能就是低点 可是大家在跟你谈股票 股票有多好 哪一档股票会涨到哪里 有没有 那时候都通常是高点 反市场指标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通常看的量 跟看的价 看的目标都不会来 都不会来 反市场的都不会来 993看万点 大家看万点也不会来 然后现在看7500也不会来 因为大家所有的人 反市标都看那里 对 所以他就不会来 国泰金的散户 他们说 五成以上跌到7500点 才愿意买股票 惠奇姐说 不会来 对哦 993看万点也没来 汉晨呢 教一下现在的心理 我认为啊 这个机率算是蛮低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操作投资朋友的 五个心态 现在是什么 很多人不敢进场 刚才只有两成多 愿意去做一个进场 每个人都在看啊 不是套牢的 就是想说 不然等看再低一点 我再来买 是不是都在看 看看 有万一哪一摊 真的涨上来的时候 什么 很多人就去追加 一些受不了的人 就去追加了 就是我刚刚问的嘛 你翻过9000或8000块 越过9000 你买不买 买呀 对啊 有人就去追加了 可是问题是 现在盘是外资在那边操作 一下子多一下子空 今天追了 明天也许不会再涨 明天又下来 下来怎么样 追的人又变赔钱 对 短线又赔钱 赔钱的时候 他有时候 哇 还会再跌 怎么样 卖掉 卖掉之后呢 哇 弹上来 就是啊 我怎么买你 我都不知道 他会去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现在的一个操作 好像似乎都在这边 服务成成 可是当投资人 赚不到钱的时候 在下一次 他看到这样的股票 他会不会去追 他就不会去追了 几次几次受伤之后 他想说 我贪不到钱 要怎么 我就卖走 先看 等那些人来的时候 我再来做 所以现在如果说 像你刚才所提到的 汉诚 您先请回座 因为汉诚今天的 这份的资料 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投资啊 重点不在买跟卖 重点是在那个投资心理 我就是没有办法克服 就像他刚刚说的 不甘愿 卖掉 反正赔也不甘愿嘛 算了 舍不得啊 就是这样 进广告 回来之后 到底投资人现在 处在哪个位阶 该用什么心态的 面对操作的部分 选钱 选后 您不能不晓得哦 回到现场之后 还有一个点 糟糕了 就是套牢了 今天最惨的就是 低润啦 太阳能啦 好几大很惨的产业 跌得很重 您该怎么办 各位好 各位好 感谢观看